上山彩藥 來說說看為什麼會跟上山彩藥合作呢 这次非常開心可以跟台灣品牌上山彩藥合作 其實我第一瓶使用的藥品那就是上山彩藥 所以她在我少女時代站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然後剛剛經理有講其實他強調是天然然後草本可以達到溫和有效的效果 可以滿足女生一次就是幾乎所需要的一些狀況去做調整 其實我們也就是我們希望是天然草本的成分 又溫和有效 可能以前都覺得說這怎麼可能啊 通常好像有用的東西都加了很多化學去做出這個精神 所以那天 天啊 所以就看到那個所有的旁邊的那些工作人員都穿那個很厚的羽絨外套 只有你穿著領服 所以人家說就是世界上最不怕冷的三種動物 北極熊企鵝 第三種是玉芬 真的非常敬業非常專業 而且玉芬講那麼多真的來看一下我那天還森林性女神的感覺耶 森林精靈 其實整個成品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而且啊我們看照片裡面的玉芬那個膚質也太好了吧 是怎麼辦到的 因為今天拍攝其實蠻早的 是來離請的一種 我就起來說話 對啊那應該會很暗沉啊 對其實剛剛有講的 我每天其實會敷面膜 每天一定要敷 然後其實今天有敷那個紅豆水 喔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的 嗯紅豆水面膜 就是有敷 你看那個 敷質真的是非常有混合性啊 油性或者是肝靈性 那第一個就是找到自己的需求 肌膚的需求 像有時候女生來講會有一些生理期來的 會造成肌膚的一些反應 可能會肌膚比較蠟黃 或是乾燥 或者是缺水 對 然後或者是熬夜 會造成一些暗沉 然後脫妝服裝 就是會有一些問題 只要造成問題去解決 就會有雙重效果 所以呢其實我們選擇面膜 還是要考量到自己本來的肌膚狀況 就是說現在我是到底屬於柔性的 還是混合的 還是乾燥敏感的 那目前我的需求是 比方說生理期啊熬夜啊 或是水腫 或是說隔天要約會 就是針對不同的需求 去選擇自己想要的面膜 那其實玉芬在女神系列面膜 有什麼樣的特色 呃女神系列面膜功能 功用是呃比較強調 黃金時機去選擇面膜 就是你肌膚的需求 剛剛講的你肌膚的需求 是什麼而去找你適合的面膜 嗯 對 喔就是按照美白 因為其實我是管左傾 或上帝是乾性 嗯 他還可以去細分這麼細 哇 所以其實市場上他們是第一個 有這樣子貼心的 嗯 是嗎 對 很貼心的那個面膜 沒有我們那位攝影大哥 想要敷那個生理期面膜 沒有興趣 沒有需要好朋友面膜 不是 他的生理膜 沒有需要的啊 買來我們送給女朋友或老婆啊 嗯 對啊 沒有面膜就真的像閨蜜 就是他可以解決你生理期來的時候 一次帶來的一些無皮膚的問題 他就可以一次解決 對 所以其實 對啊 所以非常實用耶 而且我聽說啊 這一盤好朋友面膜 他有一個特殊的香氣耶 那這個香氣 是上山彩要經過幾百人測試 其實這盤面膜是想要五分鐘就可以 所以讓你氣色立即變好 只要五分鐘 就不會像熬夜那種暗暗的感覺 可是一般面膜不是都敷十五到二十嗎 對 因為他的那個 材質 吸收起來會比較快速 噢 其實要熬夜 五分鐘 五分鐘 對 噢 我們那個攝影大哥可以參考一下這一款 那個熬夜黑面膜 如果說熬夜膚色暗沉 對 滿尷尷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在你想知道約會哪一天的時候 你可以前一個禮拜就開始每天塗約會面膜 噢 就是可以讓你裝 那你在約會當天你可以再加強一片 他可以讓你更定裝 不會一直服裝 我覺得會 呃 對啊 滿心機的 哇 這次女生必備心機好物 我們約會的時候都希望 在自己的心愛的另外一半面前 展現出最完美的一面 尤其像一些近距離接觸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害怕自己的臉上的妝很厚 或是很害怕另外一半說 你脫妝 你浮粉 你臉上的粉均裂了 真的是很尷尬 所以一定要使用這個約會心機面膜 像水腫之外還可以讓你有比較緊致 嗯 嗯 哇 所以 呃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 蠻多的嘛 但是對忍者的使用 那這一期可能就是紅豆水會比較虛弱 嗯 而且紅豆水上面有你的那個方向 對 所以是非常有紀念價值的 而且相信粉絲們在敷著這個紅豆水面膜 你就會想著 我一定要多多敷上山彩藥的女神系列面膜 這樣子